诗记的内涵 第二首诗记 是终日寻道 不见道 只因执着 看不到 诺人虽远无所住 放下身心 自了道 其实还是讲到关于心的问题 就是叫没有学习放下 那这首诗 所要表达的人 是关于成道 成佛的这个道理 和这个意义 那我们先说第一句 和第二句的意思 终日寻道 不见道 只因执着 看不到 我想大家来学佛 修道 为的呢 就是要成就佛道 所以大家学佛是要成佛 我想这是必然的 那为什么 我们还正不了道 成不了佛呢 我们为什么还是凡夫 没办法成佛呢 那我想 关键就是什么 不知道 所谓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道 在哪里 什么是道 所以因为不了解 所以才会到处的参访 善知识 寻师 访道 所以大家会到处去 拜访民师 去参访 这就是高僧大德 那这是什么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不了解 真正的佛法的解脱 在哪里 所以我们自然会到处去参选 但是我们这里 所要说的 是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够悟到 不能够见到的 两种原因 我们今天不能够悟到的 两种原因 是什么呢 第一种 就是心外求法 所谓的心外求法 就是我们不断地 更换 修学的这个法文 就是像 原本可能是参禅 打坐的 修财修的 人家还跟你讲 某某高僧 是修幸福 念佛成就的 那你就觉得 念佛比较容易 所以就跟着人家讲 那么就改为 修净土 修念佛了 那么呢 另一位居士 来跟你说 某某法王 寄生成就 有神通啊 结果你听到 哇 这个又更厉害 马上又去 又去什么 灌顶归一 然后又跟着 又开始什么 修密 识咒了 所以呢 这个人 就是所谓的 心外求法 不断地呢 到处攀远 然后呢 没有办法 一门深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呢 骑牛 找牛 骑在牛上 到处去找牛 大家一定知道 那一个牛 肯定是不会出现的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骑在牛上了 结果你还到处去找牛 那已经外面没有牛 可以找了 就被你骑住了 那就是你自己迷了 所以你骑牛找牛的话 你永远见不了道 所以这个是呢 第一个的重点 就是你心外求法 心向外面去找了 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观念 第二种 是属于心念的 这个法则 就是我们呢 已经找到了 相应的这个法门 我喜欢摊散的 或者是我已经知道 我根基是念佛的 那么呢 你已经开始在修行了 而且你也很精进的 一门深入 去用功 那么呢 很有定力 修得也不错 非常的好 在定的当中呢 圣境现前了 修到最后 这个境界现前了 什么境界呢 就是见到佛了 见到菩萨了 以及呢 看到圆化了 在修行的当中 定性当中 种种的这个类像 现前 结果呢 我们呢 心生欢喜 心里起的欢喜心 觉得自己 现在很有修行了 定力 很过 所以你才有这些圣像 心生欢喜心 你有这个欢喜心 那你就又落入了 向上的执着 你要着向了 所以这个什么 这个就心有守住了 所以这个呢 这个也是不对的 将来我们的这个悟道 这个悟道 另一个呢 是在定中 修行当中 定力当中呢 他修观五的 或者是观空 那么呢 把心念呢 执着在无相的这个顽空里面 所以你想空 想五 结果又落入了空的执着 无相的执着 所以这个呢 都是错误 一个是左有相 一个是左无相 这个都是你不能够证悟的 错误的想法 所以因此呢 这内心的修行方法呢 对于心的修行用功的方法呢 必须要 佛来佛展 磨来磨展 佛来佛展的意思就是什么 看到佛向 瑞向现起 就要告诉自己 不能够执着 佛来了 一样斩掉 放向 磨来了 不要恐惧 这个是心的变迁 把它放下 没有佛向来的关系心 没有磨来的恐惧心 一切都把它放下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无喜 无惧的 这个呢 不落入 有无的 向上的 这个无助胜心 当你不值得关系 不值得恐惧的时候 那你的心 就是无所住心了 那你当下 才能够去入十项 而能够正道 你能够超越这个 那你就什么 就能够正道 就能够见道 但是你如果落入有 或者落入无的 这个信念的话 对不起 你就是在奇妙造妙 你要见到的话 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由此可知啊 我们无法见到 就是内心啊 还有一些的执着 还有一些的 起心动念的 这些的妄想 所以我们才会 看不到 这就是落入了 执着的 接着第三句 跟第四句 若能随远 无所住 放下身先治了道 佛 菩萨 和解脱的圣者 他们为什么能够随远自在 他为什么能够随遇而安 那就是这些 解脱的圣者 他们有大智慧 有剥裂 他能够知道 是出世间的一切现象 世间的现象 跟出世间的勾法 一切的这些的现象 皆是虚幻不死的 他不是真实拥有的 他是什么 如露 如电般的快速 在生灭 他是短暂的现象 就像是什么闪电一样 一下子一刹那 电光石火就过去了 所以他知道 这个是短暂的一个现象 所以因此他不会去执着 而且他不会去起心动念 所以他就当下 他就超越了 就解脱了 但是我们众生就是什么 容易执着 见相就着相 所以落入了执着 才有烦恼 跟忧愁 所以在元节经里面 他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知幻即以 歇迹菩提 知幻即以 就是我们了解一切的现象 都是短暂的幻象 所以知道既然是虚幻的 我们就要罹患了 不用再去执着 歇迹菩提 歇迹就是告诉我 放下就是菩提 放下就自在 所以什么 就是这么简单的八个字 知幻即以 歇迹菩提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修行 所以当我们知幻 祭礼 谁能 谁远无助 不执着在那个地方 不住在那个念头 歇迹菩提 就是放下身心 那你能够真的放下身心 就是什么 原成 到过 你当下就解脱 就自在了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经典告诉我们的 这就是什么 最上层的大乘法门 很简单 不很难 但是呢 重点就是我们放不下 但是真正我们能够学习方向 那你就真正正道了 所以我们最后呢 在用虚幻老二上 他在开悟时的一首诗记 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虚幻老二上 在餐场打坐的时候 有一次在餐场 然后呢 刚好要喝茶 喝茶的时间到了 然后呢 他就拿着一个杯子 那等着这个四茶的 这个四者过来 那这个四茶的四者 拿着这个茶壶呢 往这个虚幻老二上的 手上的杯子倒的时候 结果那个是热开水 一倒下去 那个水就溅出来 烫到了虚幻老二上的手 结果老二上的手 一烫到自然的反应就放下来 结果杯子就掉到地上了 杯子打破的声音呢 突然就刺激老二上 结果老二上当下就开悟 开悟的时候 他就说了这一句啊 杯子吐落地 名声响利利 虚空本岁也 狂歇当下歇 结果他开悟了 他为什么开悟 因为他听到杯子落地的声音 他的声音刺激到他 为什么刺激到他 他本来在贪产 在用功 可能在想念佛是谁 念佛是谁 这一念在他的心里面 不断的无念而念 所以他在这个定境当中 非常的专注 非常的用功 突然这个杯子的声音 刺激到他之后 他本来唯一的念佛是谁 突然不见了 整个完全处于什么 清明觉知空灵的那种状态 所以他就讲 虚空粉碎了 就像整个虚空 本来还有一个虚空的概念 广无边际的虚空 结果连那个虚空也完全粉碎了 念佛世界不见 连整个这种念佛 所有一切念佛 完全都被粉碎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念佛 所以他就讲 狂先当下先 唯一的念佛 唯一的信念 整个这个修行 整个这个信念 完全都真正放下 完全的大解脱 大自在 所以他真正大测大悟 所以他讲的这一所事迹 真的 开悟之后的见地 和圆绝经里面所讲的意思 其实一样 知幻即理 邪即菩提 所以修行 说是很难 其实也不难 就是这么简单 真的看破 真的放下 那么恭喜大家 就能够解脱 跟自在的 所以这是两所事迹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那 不管我们在这个 十所事迹里面 不管是讲风 讲凡 讲禅宗 讲净土 讲庄道 或者是讲实相 乃至今天所讲的 是关于心 放下执着 这一切的东西 其实 所有的名相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心的问题而已 所以 我们不要听了一个名相 执着一个名相 听了两个 就执着两个 所以我们会在自己造成 这个冲突 造成矛盾 其实没有 一切都是讲一个心而已 心动就是执着 心不动就是放下 所以我们常说的 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你心动念的话 一切法就产生了 但是你不动心 心能够静下来 那一切法就跟着消失 就得到解脱自在 所以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能够了解 让大家能够开启 你们的智慧 生活当中 能够扎盘上脑 所求的欲 在一起想 祝大家 佛密托弗 佛密托弗 感谢观看